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謝謝蔡校長 然後我們在座各位同學 各位夥伴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我們應該是要進行三節課 對不對 就是今天晚上 然後這個題目 我已經忘了為什麼我當時會這樣子訂 所以我在準備的時候其實有點卡卡的 那個卡卡在哪裡呢 就是說我對於地方創生這四個字 還是其實有一點點覺得怪怪的 那個怪怪的是什麼 是因為我是在社區營造概念中長大的人 因為社區營造在台灣其實已經走了二十幾年 那我自己比較是在那個過程當中 一路看著社區營造 然後發展到後來 它應該要再繼續被批評被批判 然後應該要再繼續往前轉進 突然就冒出了一個地方創生的概念 那地方創生到底是什麼 其實我也是滿肚子疑問不太知道是什麼 但沒有關係就是 反正題目定了嘛 我們就試著往前說 那關鍵是在那個淡蘭路網的在地經營這件事情 所以我想先進入之前先問一下大家 調查一下因為都第一次見面 那你是基隆人的請舉手我看看 就你住基隆 你是基隆人 OK 好有一些不是 那你住暖暖 你是暖暖人的請舉手 一二三四五六 這個抓頭的不算齁 七八 好 我們今天要談這件事情 其實我其實嘗試換另外一種方式談 但是必須要說 因為在談淡蘭路網這個概念 其實它超出我的能力範圍 為什麼 因為淡蘭的整個系統非常 你們如果前幾週都上過課了 其實知道北路中路南路 其實是一個非常複雜的路網的系統 那我其實並不是為了要了解淡蘭古道 所以才去碰淡蘭古道的 而是因為我生活在暖暖 所以我開始接觸這件事情 所以今天真的要我講 我也只能講說 我在暖暖所經驗到的淡蘭古道是什麼 以及到底什麼叫做步道 以及人跟步道的關係是什麼 可以在這個地方上稍微談一點 所以等一下我們就一路往前推進 然後它會是被幾個不同的議題所組合的 因為在座大部分都不是暖暖人 都是基隆人 但是我們發生了一連串 過去這幾年發生了一連串奇奇怪怪的故事 然後都被我們用步道跟古道串聯了起來 這其實是一個非常奇怪的事情 那表面上我們都知道 古道是一直都存在在那邊的 但是為什麼古道可以幫我們串聯出各式各樣不同的事情 而且是在此刻的現代 那我等一下要再講的 就是我們過去這幾年 我們整個團隊在暖暖所做的一些事情 而且它都跟步道有關 好 這件事情先給大家看 後面我不知道看不看得到 我自己本身因為是一個市議員 所以我對於政策環境 還有環境中的人 這件事情其實是非常非常關注的 那當然會跟一些其他議員不太一樣 但總之我就是我 因為市議員只是一個短期打工的身份 那終究對我來說比較長期 我自己自我認同的角色 仍然是一個社區工作者或社會運動工作者 所以社會議員只是一個短期四年 我使用的工具跟身份而已 但是在過去這幾年當中 我們會不斷的經驗到 人跟環境、預算與建設、政治與生態 這幾者之間 非常有趣的思辨的過程 會在這個過程當中進行 它就像是什麼 我們在座各位有很多人 其實對於手作步道這件事情有興趣 手作步道的興趣到底根源於哪裡 這件事情 如果你想成為一個步道師 手作步道至於你是什麼意思呢 你用你徒手之力改變環境 並且把這個環境打造成你要的樣子 是這個想像嗎 還是說我純粹就是很喜歡步道 但是我希望步道不要用那種型態出現 而要用另外一種型態出現 我至於步道是什麼 這件事情如果你在往前追索或探索 他其實就會問的是說 那你跟這個環境有什麼關係 你自己想要成為這個環境中什麼樣的人 以及你希望這個環境變成 怎麼樣可以適合於你 這些大哉問 但這件事情如果沒有想清楚 不代表你不能做手作步道 他一定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一路摸索清楚的 那我為什麼給你看這一張 人如果要改變環境在這個時代 是非常非常簡單的事情 你透過公共政策 你透過公共預算 你透過政治力量 你可以對你身邊的環境 進行各種可能的改造 只要你願意使用政治 只要你願意使用公部門 只要你願意使用公共的力量 它都有可能 我們就算是在推社區營造 某種程度也是如此 但是我們常常也會看到 類似像這種東西的發生 我把名字都遮住了 主要原因是因為 不要引起太多爭議 你們看得懂這張 這個圖是什麼嗎 對 它是一個社區裡面 對環境 對某一個擋土牆進行彩繪 希望能夠進行環境美化 這件事情要不要花錢 也要 所以你可以看到是 這一筆彩繪的預算 基本上是由市議員某某某爭取經費 然後彩繪志工 誰 看得見嗎 黑松 然後我也不認識他是誰 然後里長 XXX進上 然後時間是2016年的6月12號 其實距離現在不會非常遠 我們的居住的環境 到底是在一種什麼樣生活的過程當中 一點一滴在改變 你可以看到是2016年的時候 他畫了這個彩繪 先不管用意如何 但是該上去的名字都上去了 不是嗎 我拍這張照片 我拍這張照片的時候 是2018年的時候 也就是說過了兩年 他其實爬滿了青胎 那回過頭來也是要問這件事情是 我對於社區環境的想像 到底應該是什麼 來 這個是我剛剛講的 非常非常典型 生活中的環境如何 一點一滴在改變 你不去改變 別人會改變 你不去改變環境 別人會改變環境 對 所以我們大概都在面對這件事情 是這個社會 到底有沒有可能 針對我們 期待的環境 可以發展出更多的對話 以及在這個對話的過程當中 找到更多的共識 手作步道可不可以 只是一個手作步道 一個勞動的過程 就可以 當然可以 但是手作步道可不可以 也變成是一個 人跟人之間對話的過程 可以 手作步道它到底要對誰對話 像這種問題就會 就會從這種角度出來 然後就一路往前延伸 2016年這件事情 我給你們看下一張圖 是截然不同 也是一樣花了公部門的經費 也是一樣花了大家納稅人的錢 但是它對於環境做了一個 什麼樣的改變 這個是哪裡 這個是在暖暖 你們有機會 如果到暖暖走一趟 其實可以去看 這是一個新的營造點 在暖溪裡 然後在暖暖聖光堂的對面 有一個空地 那塊空地 長年被堆積了垃圾 然後透過社區 社區規劃師的計畫 重新被社區居民 用了使用了一些經費 整理出來的 然後它是一個 過去舊的 洩玫瑰的場地 OK 然後他們找了 他們找了 能耐很不錯的鐵工 然後來跟他們共同設計 而且創造了出這一個裝置藝術 然後你看上面寫的是 東建煤礦洩玫瑰遺址 然後上面使用了一些 他們認為這個社區意象 應該要出現的樣子 你如果再仔細看上面的內容 你會不會看到任何簽名 不會 我要講 這個也不過就是相距六年的時間 一群社區的夥伴 他們想辦法把社區改造成 他們覺得應該有的樣子 跟這個 都是發自於同樣一種概念 你喜歡哪個 這樣 第二種 我也喜歡第二種 但有沒有可能會有第三種 第四種出現 然後讓第二種相形失色 當然有 所以這個社會它其實就是一個 不斷對話 不斷彼此挑戰 和不斷演進的過程 那我現在要再講 一樣回過頭來 我們此刻關注於步道這件事情 我們甚至關注於手作步道這件事情 它背後其實都在想像一個東西是 我跟這個環境到底應該是什麼關係 千里步道協會他們怎麼想那是他們的事 但是你自己怎麼想 這件事情它就變得重要 你跟環境對話的同時 手作步道做完了之後 你也可以跟人對話 但是 這件事情怎麼發生 所以你可以看 如果 這個當然是手作步道 這是我僅有的一兩次 自己參與手作步道的經驗 的照片 我自己也在過程當中 同時在經驗這件事情是 我希望這個環境長成什麼樣子 我希望透過這個樣子 可以跟誰對話 然後我們可以在彼此之間的差異中 再朝向一種什麼新的可能性 其實都在問這件事情 好 所以 我的提問是這個 這個某種程度 也是意味著我等一下所有的報告內容 都會是在這個脈絡下進行 我們在暖暖 做了一些亂七八糟的事情 當然是有脈絡可循的亂七八糟 我們做了很多很多不同類別的事情 而這些類別它到最後最後 都可以好像被收納為是某一種概念 我之所以為人的概念那到底是什麼 不是市議員喔 不是一個政黨不是一個政治理念 而是一個我成為一個人的過程 那是什麼 所以我的提問是這樣 是說人是在什麼過程當中 成為什麼樣的人 人不是為了成為某一種人 所以去做某一種事 而是人在一種什麼樣的過程當中 成為什麼樣的人 我們這一段時間 會在說 剛剛題目會是在講說 淡然路網的在地經營 某種程度其實這八個面向 都是我們在面對的 它當中包括了公民運動 包括了學校教育 包括了社區規劃 包括了社區營造 包括了人文歷史 包括了生態環境 包括了政策質詢 包括了預算爭取 這幾件事情 我們巧妙的把它 巧妙是一種好聽的說法 應該是說碰巧的 我們把它組織在一起 它可以剛好被收納在一個淡然古道的概念下 淡然路網的概念下 我們做了這些事情 而也在這個過程當中 比較清晰的看到就是說 喔 原來我們可以這樣對待社區營造 透過文化部給的經費 喔 原來我們可以透過社區規劃師 或是營建署給的經費 我們可以做這個事情 喔 原來我們可以跟學校合作 把我們原先期待的事情 跟學校的既定的課程 校本課程結合在一起 喔 原來 這個就要講另外一個層次 喔 原來 這個地方被違法 爛肯爛罰 它毀壞的是我們身邊的什麼 它其實是一個同步在發展的過程 然後也才會發現 喔 我繳稅繳了這麼多年 我今年50歲 我繳稅繳了這麼多年 原來我的錢是這樣被用的 被政府用的 好 它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同步發展出了一個 集體對外的行動 同時也對內形塑自己 我們好像一夫要準備教育別人 傳遞某一些理念跟資訊給別人 但同時 好 我接下來就進入 我們在講的淡然路網的暖暖觀點 應該是說 我沒有辦法介紹整個暖暖路網 或談這件事情 我只能談 從我們自己在暖暖實踐工作中的經驗 來談我們是怎麼被淡然古道給串聯起來的 先唸一首詩給大家聽 這首詩是叫暖暖印象 然後作者的名字叫向陽 有人聽過嗎 向老師也是一個詩人 然後他前幾年從 台北教育大學退休 然後 總之他一直住在暖暖 我唸這首詩給大家聽 睡 睡 睡著的睡 睡 是蟲鳴和天賴 醒 是鳥叫與花香 沒有塵土鋪飛 但見草木勇玉 小街細長 以靜美洗滴人情 群山連綿 用碧綠成澈藍天 那那社的周椅 彷彿依然靠泊水岸 老遼坑的實錯青苔 還眷戀著煙霉 暖冬道上 大青一路咬住古巾不放 暖暖溪中 湖穴枕流 任隨集湍愛府 還有百年紅磚幫浦間 雙升土地宮廟 都叫明月徘徊映照至今 但見山清水綠 沒有廢水污煙 醒來不隨徐徐成風 睡前心聲暖暖愛意 我自己住暖暖也是暖暖人 我自己看都覺得寫得非常非常好 因為他真的 他寫出來就是我認識的暖暖 你們有機會 也可以在暖暖各個地方 多走走 他寫的暖暖幾乎就是我認識的暖暖 暖暖是一個 生態非常非常豐富的地方 我要先講 如果我們想要對 淡然入網再暖暖 這件事情如果有更多的了解 那就必須要先從暖暖的生態 先從暖暖的人文歷史開始進入 才會有感覺 我們經常其實提到一件事情是 其實我們後來找了很多生態老師和專家 來到暖暖 我們大概也都會得到這樣子的結論 就會是說把暖暖比喻成什麼 把暖暖比喻成是 北台灣生物多樣性的挪亞方舟 這件事情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為什麼生態多樣性會在暖暖出現 而此刻的暖暖 為什麼此刻住在暖暖的人 其實就彷彿住在一個生態多樣性的環境中 這件事情它到底怎麼一路演變過來的 那你就要回過頭來看 台北盆地在過往幾百年來到底怎麼開發的 然後以及整個北台灣怎麼開發的 所以有生態老師就問到我們說 當台北盆地在300年前開始開發的時候 原來住在台北盆地裡面的各種動物 它如果要遷徙 躲避人類的侵擾 它該往哪裡去 我們大概可以看到有一個 各種不同動物遷徙或逃逸的路徑 其實就是順著基隆河 一路從下游往中游走 對不對 人類開發到哪裡 動物就逃到哪裡 如果是生物多樣性 基隆河中游生物多樣性的起點 它剛剛好其實就意味著 人類大規模的開發 都市性的開發的終點 這樣講可以理解嗎 動物就逃到暖暖為止 它可能會再往上游去 但是大部分就逃到暖暖為止 因為開發沒有再往前進 這件事情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我們不知道 但總之我們看到現在的暖暖 它之所以有這麼豐富的生態和環境 其實就是因為剛剛講的這件事情 好 可是除了這件事情之外 還有另外一件事情 其實也同時在暖暖發生 是什麼 這張圖是我在幾年前 已經都準備好要出版 不是出版 應該是要復印 印刷出來 讓它變成是一個暖暖的古道和步道的地圖 你其實可以看到整個暖暖區 所有的步道跟古道 我們走遍了之後用GPS畫出來 你可以看到的是它的古道 古道跟步道的系統其實非常非常綿密 我認為應該算是北台灣裡面 步道密度數一數二高的小鎮 應該就是在暖暖 這件事情它可以跟我們此刻 剛剛在講的生態多樣性 是剛剛好融合在一起 它針對整個都市化 以及大規模的開發這件事情 其實是不相容的 我們看到的是一個生態多樣性 以及慢速發展 以及不追求交通便利的移動 的一種路網 其實就是在暖暖 非常非常綿密 這件事情形成了暖暖現在的樣子 至少有一部分的暖暖的基底 是長成現在這樣 好 所以在那個大的前提之下 我覺得我們可以往前再來思索一件事情 然後等一下我就要進入 我們我自己所認識的暖暖 然後以及我們在暖暖的實踐 它跟淡然入網的關係 你們之前上課有沒有討論過這件事情 就是你為什麼會喜歡步道 有沒有討論過這件事 沒有 喜歡步道的人通常都喜歡走路對不對 那有沒有想過為什麼喜歡走路 什麼 可以比較深入環境 深入什麼環境 你想要看到的任何環境 那你開車你也可以深入啊 你騎腳踏車也可以深入啊 非要走路不可對不對 走路的感覺是什麼 速度快不會好好看 嗯 所以你想要經驗一種 慢慢看好好看的過程 為什麼喜歡走路 再多說一點 最輕鬆最自然 嗯 坐著也很輕鬆啊 躺著也很輕鬆啊 最輕鬆的活動 YES 還有嗎 為什麼喜歡走路 可以在行走的過程當中思考 這句話反過頭來問就會是說 當我沒有在行走的時候 我不太容易思考 不用笑啊 真的啊 是真的 我現在在講話的過程裡面 我其實不太容易思考 因為我此刻的動能是在 要把這三個小時的課講完 我的任務是要做完這件事情 我有一個任務 是這件事 我不太容易思考 走路它創造了一種 可以跟自己對話的情境 它不但創造了一種 可以跟自己對話的情境 它還讓你從你本來的脈絡中 跳脫出來 是吧 這件事情非常奢侈喔 我跟各位說 是非常非常奢侈的事情 你真想 你上一次 用類似像打坐的方式 停下來跟自己對話 是什麼時候 在笑喔 過去三年來好像沒有過對不對 知道我在說的 我們如何為我們自己創造出一個 可以跟自己對話的情境跟條件 我們如何為自己創造出一種 可以慢速去體驗環境 而這個慢速去體驗環境的那個環境 其實都是我們平常 用高速經過的環境 這件事情它奢不奢侈 當然奢侈啊 我們現在在這個工業性 工業節奏中在生活 我們的速度都是被決定的 不是嗎 你真的想一下 你連刷牙刷幾分鐘叫做標準 也都是被決定的 我們跟孩子講說 你至少要刷三分鐘才叫乾淨吧 他其實刷三下 牙刷都還是乾的 就想要去睡覺了 我跟孩子講說